加油 好幾分貝呢 替自家軍加持 柯文哲豁出去 大喊第三次 自己都受不了 吐舌頭哀嚎 但針對NCC的雙重標準 卻是東閃西閃 NCC也不是我開的 你不要問我 我跟妳講 佩琪寫的話 我都不敢評論 有沒有 所以針對這件事情 你自己怎麼看呢 老實講 佩琪寫的東西 都是事後才知道 他自己看 有時候看一看 看到一半就 不要看不要看 那針對NCC這件事情 你自己怎麼看 所以你是中間的 對 心聲藏在笑聲中 大炮老婆陳佩琪 也在臉書講出大白話 原來NCC可以裁罰媒體 但不解的是 以前老公被污蔑 NCC卻說管不到節目內容 而現在竟為了一句 為離開還是賣離窺 成為正義之師 這是柯文哲講的 他說只要你在上面 填寫你的房間號碼 這個小姐 今天晚上就會來你這裡 老公被抹黑 抹紅又抹黃 陳佩琪動不會刁 更為了選舉經費 怒告名罪 只是7月20號事發至今 開庭後依舊沒有結論 但邱藝營去年11月 說的賣離窺 短短兩個月 NCC求後算帳 貨速開閘中天新聞20萬元 兩套標準不是沒有原因 國家通信傳播委員會的預算 是由立法院在審 那大家也知道 在這一屆的立法院裡面 民進黨的立委 佔了絕大多數 所以我相信 因為邱藝營委員 他本身就是民進黨立委 那這個事件剛發生的時候 有很多的民進黨立委 也都表達了關切 所以我相信NCC也受到 非常大的壓力 NCC成綠CC 設計事務雙重標準 又一個東場在線 淪為打擊不利言論的政治打授 記者 林夢昌成綠 SN小組 台北採訪報導